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讲清真相 唤醒良知 2021年5月的最后两个周末 在法国巴黎14区的红山圣皮埃尔教堂前 和巴黎一区的克莱特广场 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的下午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展示功法 并讲述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春夏之际 法国已进入逐步解封的第二阶段 街上来往行人很多 人们一走一过之间 在征签表上郑重的签字 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 以及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 卡特琳娜是退休公务员 她义正言辞地说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迫害是不应该存在的 人类就是人类 人不应该被另一个人迫害 不管迫害者自认为多高 他也会像那些小丑一样落入深渊而终结 伊曼娜是名投资管理员 听了法轮功学员介绍的真相 她感到很震惊 伊曼娜说 不可想象 在我们这个时代 还能听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事 这些修炼人 他们只是打做练功 这对人类是有益的事情 中共却对他们进行灭绝性的杀戮 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 21世纪的今天 还有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和迫害 我无语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伊曼娜认为 真善人准则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好 如果人人都实践真善人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改善我们的健康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改变这个星球 对我 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非常重要的价值 5月17日至21日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梅尔辛市举办的青年体育节 很多人来到摊位前学工 了解法轮大法 并表示打算参加当地的练功 阿拉哈廷拜尔是自行车协会的会员 他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后说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功 我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 迫害必须停止 我会马上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请员信上签名 当地报纸Emice的一名记者 对学员的活动进行了采访 刊登在了报纸的头版 以及报纸的网站上 文章提到了法轮大法修炼 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迫害 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阿根廷法轮功学员5月14日至17日 汇聚在首都布伊诺斯艾里斯 分别在中共驻阿根廷中使馆前 和市中心的多个公园及街道上 传播法轮功的真相 有的学员演示法轮功的功法 有的派发介绍法轮功的资料 由于受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 公园里和街上的市民比往常少了很多 而且来去匆匆 都想着要跟其他人保持距离 不过当他们看到祥和的法轮功学员 很多人从法轮功学员手里 接过真相传单 并倾听他们讲述真相 在刚刚过去的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 加州城县和洛杉矶部分学员 来到了风景优美而颇有盛名的 拉古纳海滩 练功红法 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和针签 游客大多都接了学员发的真相资料 并在征签表上签名 一位基督徒在听到中国法轮功学员 受到迫害的遭遇后禁不住落泪 他说他会为法轮功学员祈祷 有一位游客带着双胞胎女儿 看了功法演示 他说他知道在中国没有信仰的自由 他在征签表上签名 并感谢学员到这里来传播真相 5月期间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部分法轮功学员 一直举办公开活动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3日 来自马郎、石都阿佐和四水的多位法轮大法学员 聚集在马郎市兰帕尔广场 集体练功 展示法轮功的美好 四周恒服展板写着 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大法好 以及法轮大法修炼的指导原则 真善忍 当天 当地电视台巴图TV 也派记者来到现场采访取景 感受到现场欢庆 法轮大法日活动的欢愉氛围 也采访了当地辅导员 之后在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中播出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法轮功学员 于5月30日 聚集在东部济布布尔营地 举办集体练功 介绍功法等活动 表达对法轮大法师傅的感恩 并未能够在法轮大法中修炼 从而在道德和身心上 都获得提升与健康 而深感幸运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 近期遭迫害案例 河南省州口市 相城市几名法轮功学员 田梅 吴美丽 王静 李松梅 孙向阳 佟广林 2020年6月18日 在一起读 教人修心向善的书时 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 近日获悉 他们被非法判刑 田梅 7年 吴美丽 王静 各4年6个月 李松梅 孙向阳 各3年6个月 佟广林 3年 河南省三门下市法轮功学员 蔡玉华 2020年8月初 被陕州区警察从家中绑架 2021年4月左右 被非法判刑4年半 现已被劫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 广西桂林市法轮功学员 谢建新 赵任远夫妇 2020年2月5日半夜 被警察以测体温的名义 强行入室绑架 构陷 二人均被网判4年 现已被分别关押在 广西柳州监狱 和南宁女子监狱 目前 谢建新的旧病症状重现 令人担忧 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 鲁梦军女士 2020年6月2日 被湘潭市与湖区公安分局警察 绑架抄家 非法关押在湘潭市看守所 不准家人见面 在家人不知任何情况之下 于2021年4月28日 第三次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 据悉鲁梦军被非法判刑7年半 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刘伟 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 被网判4年 刘伟2009年9月被绑架 非法劳教2年 2013年1月 刘伟在发大法资料时被绑架 被南正县法院判4年 2019年9月底 刘伟在西安市遭警察绑架 后被非法关押在佛平县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 讲真相摘要 5月29日 澳洲西西尼法轮功学员参加黑震年度文化节游行 澳大利亚退伍和服务联盟 黑震分部副会长迈克瑞德称赞法轮功学员说 他们一直是很棒的 黑震市议员莫尼德辛格表示 法轮功是一个优秀团体 给活动增添了美好能量 有利于社区民众的身心健康 他说 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非常突出 很棒 他们所展现的是最美好的 我都非常欣赏 他们为社区带来一片美好祥和的能量场 沙琳麦卡德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后 召唤身边朋友签名支持法轮功 沙琳表示 自己是几年前从一位亚裔朋友那里 听说到法轮功的 以及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他说 我希望中国法轮功学员能像我们这里一样 每个人享有人权和信仰自由 我支持法轮功 希望真善忍带给世界更多美好 自2000年期 法轮大法团体已超过20次应邀参加该庆祝活动 受到主办方和现场观众的喜爱 并多次获金奖 5月29日 俄罗斯安加尔斯克举行了该市成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 市政府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 法轮功学员给人们赠送 带有功法介绍的纸莲花受到欢迎 他们还演示了功法 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很多人 不少游客以介绍法轮功的展板和大莲花为背景 快乐的拍照 5月30日 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轮功学员在舍布鲁克市 举行游行活动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继法轮大法洪传世界29周年 舍布鲁克市市长亲笔书写贺卡表达祝福 观看游行的民众被游行的美好感动 赞扬法轮大法带来的真善人理念 当地主流媒体 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圣殿为题 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5月12日 美属塞班市市长大卫阿帕当颁发褒奖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20日 塞班市政府举办颁奖仪式 法轮功学员感谢市长的褒奖 并向市长赠送 明慧报告 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 市长先生欣然接受并表示一定会阅读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中院王法 四川西昌法轮功学员家属与律师申诉控告 四川省梁山州西昌市罗明春赵军等7名法轮功学员 2020年12月被西昌市法院诬判半年到5年 六所罚金5000到2万元 黄彪、赵军、于洪英、徐少琼、罗明春不服非法判决 在看守所递交上诉状 随后黄彪的律师和于洪英的律师、罗明春的律师 先后递交了要求公开开庭的申请 赵军的律师递交的是要求发回从审的意见 罗明春的律师发现罗的上诉状被看守所扣押 梁山州中院行医厅厅长杨洪武拒绝调查 2月25号下午 律师和罗明春的家属共同控告 梁山州中级法院杨洪武法官拒绝收取律师意见 拒绝调查被告人上诉书被西昌市看守所扣押剥夺上诉权的问题 还要求杨洪武回避申请调取证据 杨洪武回应家属 他在第二天去西昌市看守所解决了罗明春的上诉问题 2021年3月2号 审判长杨洪武及何议庭张局张学田法官 不顾当事人家属和律师要求公开开庭和发回重审的要求 不理会律师的回避申请调取证据申请 也不和律师沟通 在根本没有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情况下 匆匆下达维持原判的裁定数 赵军的律师发现赵军的案子在事实认定方面出现了明显偏差 律师并不认同 何议庭在未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情况下 在刑事裁定书中编造了异想得赵军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 将二审案件审结 赵军的律师认为 梁山中院二审何议庭无视法律 向梁山州检察院进行了投诉 检察院控身科的工作人员回应赵军的律师 他们将进行调查 目前还没有消息 赵军的律师还给刚上任的中院院长袁俊鹏也寄了投诉信 希望袁院长能督促中院纠正错误 赵军和家属和罗明春的家属 黄彪、于洪英等 随即向梁山州中院递交了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纠正冤判的刑事申诉书 5月17日 罗明春的家属对相关的公检法人员 向巡视组和州市检察院、州市监察部门进行了控告 控告该案的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过程中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现在 黄彪已经在2021年4月底被劫持到乐山加州监狱迫害 徐少琼和于洪英、潘建荣已经刑满回家 周献荣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梁山州看守所里 赵军和罗明春还被劫持在西昌市看守所里 武汉江岸区多名法轮功学员5月份遭骚扰、绑架 2021年5月份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政法委、610、派书所、社区等部门的一些人员 仍骚扰、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 甚至将拒绝签字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秘密设立的洗脑班迫害 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陈文娟5月18日下午 在二七街发真相资料时被摄像头监控 第二天二七街派出所警察通过监控录像 一路找到他家并非法抄家 警察把所有大法书籍抢走 并将陈文娟绑架带走 现在情况不明 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张长明 林立夫妇于5月18至20日前后 被江岸区医员街派出所非法抓捕 据说是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 夫妇俩于5月26日回家 武汉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光真 于5月20日左右 被江岸区西马街派出所非法抓捕 说是被送去学习 也就是送洗脑班 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报居联 5月21日在家中被江岸区四围街派出所警察 和四围街社区人员绑架 送往洗脑班迫害 河北邯郸市铜锐青一家十余人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曾连续报道 百个遭中共残害的家庭 他们因为信仰真善忍 惨遭中共迫害 以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一大家人处境凄苦 河北邯郸市今年76岁的铜锐青一家四代 20余人修炼法轮功 其中有多达16人受到无辜的迫害 中共不但绑架铜锐青未成年的孙子做人质 更非法取消铜锐青福利贷与扣押工资 并敲诈勒索铜锐青巨额金钱于18万元 铜锐青1945年生 原是河北邯郸市劳动局 邯郸市社会保障中心的干部 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 身上十余种病都不治而遇 为国家节约数十万元医药费 他儿子当年得了肾炎 全身浮重 在医院治疗时 姑姑同存书为他请了一本转法轮 他一口气看完书后 感觉神清气爽 办了出院手续 他回家后一遍遍地败读转法轮 全身浮重现象奇迹般地消失了 2008年3月8号下午 大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等恶人 出动无量警车 20多人闯进铜锐青家 不但抢走了计算机打印机 还抢走了5万多元的现金 6万多元的存款者和铜锐青的公司卡等 不完全统计有13万多元 还有贵重的皮衣等衣物都被他们抢走 家里一片狼藉 当时铜锐青不在家 他们便绑架了铜锐青的四名家属作为人质 儿媳白顺丰 大孙女童小凯 二孙女童小宁 孙子童铁龙 并且把只有14岁的童铁龙 在公安局靠了一天一夜 铜锐青被他们作为所谓的药犯 在全省网上通缉 2011年7月10号 铜锐青在河南南乐县城 被南乐县公安局警察绑架 被非法捞交一年 关押在南乐县看守所 家人多次去要人补放 2012年 铜锐青被河南省南乐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 目前铜锐青已回家 但邪恶对他的迫害敲诈勒索并没有停滞 到2020年10月 铜锐青被中共非法扣发工资勒索了18万元 南昌市洪都街道法轮功学员对上门骚扰人员讲真相 法轮功学员肖根祥是江西南昌洪都集团退休女职工 现年71岁 近期遭到洪都派出所警察骚扰 4月28日下午 一名年轻警察来到肖根祥在洪都社区的家中骚扰 肖根祥告诉警察 你说的这些是江泽民的陷害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警察拍了一张照片后离开 4月上旬某日 洪都派出所公安与洪都社区人员 到法轮功学员刘兆琴女儿家骚扰 一进家门就用手机到处摄像 还问刘兆琴练不练法轮功 刘兆琴回答道 要练 那为什么不练啊 我一身的病都好了 请你们记住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公安与社区人员不敢多停留 赶快到走廊里乘电梯离开了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36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74名觉醒世人 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 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 人心与因果 成念真言 心归善 肿瘤脱落排出 作者 甘肃 大法弟子家属 我的母亲是一名大法弟子 我虽然没有正式修炼 但很相信大法 也非常爱看大法真相资料 尤其是那些传统文化故事 每当师父有新经文发表 我也一篇不落地认真阅读 2020年12月下旬 这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 因为身体的不舒服 把一切都打乱了 先是乏力 每天回家就想睡觉 几天后 连拿拖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好请假在家休息 接下来的几天 情况越来越严重 发冷 发烧 咳嗽 恶心 呕吐 头痛 到后来脚肿 呼吸困难 没有食欲 味觉消失 连下床都变得很困难 总感觉有人在把自己摁在床上 胸痛地喘不上气来 更严重的是 下半身开始出血 并散发出恶臭 就这样持续了十来天 我坚持着没有去医院 直到有一天夜里 我闻到屋子里到处都是土味 自己感觉快不行了 终于熬到天亮 我赶紧给修炼大法的表姐打了电话 她很快就过来了 一见到表姐 我竟能挣扎着起床坐在凳子上了 听我讲述了我的情况后 表姐给我认真的讲了 她在磨难中正念正行 很快闯关的神奇经历 还有生活中 她用真善忍衡量好与坏 即修好自己 善待他人的种种感人的故事 表姐微笑着说 执念法轮大法好 不改好自己这颗心 总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我心里一争 一边听着一边对照自己 针对有心结的事情 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观念 尽量用善意理解他人 慢慢地慢慢地 我感觉轻松了些 心里对自己说 一定要有正气 表姐走后 我想自己做错的事 一定要改正 对他人的伤害 也要尽量弥补 便想求师父帮助我 因为我记得 师父曾在 红银二师徒恩中说过 弟子正念足 师友回天力 可我不是大法弟子 疑惑师父会不会管我 心里没底 念着念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感觉好了很多 下身排出来一大块黑紫色鞋块 剧烈的疼痛随之而来 流血量开始增加 就这样 疼一会儿 好一会儿 又持续了几天 我还是一直念着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告诉自己 一定要坚强 相信师父 一直在帮我 2021年 1月18号那天 持续的疼痛加重了 疼得我大汗淋漓 在床上翻来覆去 并有大出血症状 但我一点也没害怕 女儿不停地用热水给我悟 但一点作用都不起 一直到晚上 情况更加严重 尽管这样 我坚定地守住一面 求师父帮我 由于当时情况非常严重 家人不放心 就把我送到医院 做了彩抄 结果说是有8.5公分的子宫肌瘤 自己掉了下来 只是没有掉出来 我听后就知道 师父帮了我 心里非常感谢师父 医生开了点止疼药 让我先回家等着 有空床位就去住院 我吃了药 回到家就睡了两小时 醒来之后一点都不疼了 但出血量还是很大 我心里明白 如果不是师父保护 身体状况 绝不会这么快就好转 第二天抽血化验时 针扎进去后 血却抽不出来 其他检查做完后 医生说子宫还是有问题 建议切除子宫 但是我不想切除 不想面对残缺衰老的后半生 表姐鼓励我说 大法无所不能 但是到底怎么做 得自己说了算 我相信我一定会好 我相信我一定会好 就想请师父赐我一个完整的身体 但因为心里不稳 又和表姐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当天住院 晚上我做了个梦 一群鬼抓着我说 找的就是你 第二天醒来 我就想要出院 家人问我 出院你就自己能好吗 我说 能 大法无所不能 我一定会好 丈夫和哥哥不信 医生也继续找我谈话 而我很坚定 决定不做手术了 如果做不了手术 我就出院 检查结果是 血压特别高 手术不能做 我更坚信这是师父在帮我 但是医生和家人都不同意我出院 说要采取治疗手段 给了我一片降压药 奇怪的是 吃了降压药 血压反而更高 这样谁也不敢做手术 我和表姐再次通电话 她又一次给了我信心 于是我心里默默地对自己的身体说 我身体的每一部分 请你们都记住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师父好 希望你们都得到大法的救度 心里一遍一遍地念 念着念着又睡着了 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 一只白色老鼠想来我这里 三次都被我赶走了 一会儿一个像强盗一样的人 拿了一把枪 抓着我的手朝天放了三枪 非常香 枪口却喷着爆米花 第三天早上四点多 我起来去上厕所 感觉到掉下来两块东西 也听到通通亮声 我一下明白 激流全部掉出来了 我那个高兴呀 再次感谢师父 第四天早上出血量少了 几乎没有了 我决定出院 家人问我 出去之后自己能调整好吗 我说 能 就这样在医院止住了四天 没做任何治疗 柳子却消失了 我出院了 感觉好轻松 出院之后 为了让丈夫相信这是真的 我在别的医院 又做了一次采钞复查 结果是子宫完全正常 家人和我都很高兴 这是我近期的一段经历 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虽然这一段路走得很艰难 但是心中一直守着一面 大法师父知道我 大法师父会管我 在此在此忠心感谢师父的保护 感谢大法弟子的真诚帮助和鼓励 江西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 遭恶报实例统计 据明慧网资料不完全统计 江西省有173个遭恶报的实例 其中有21人殃及到25个家人 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人员 大致分为五类 政法委610 公检法司 党政官员 企事业单位 基层人员 其中政法委61024人 公检法司95人 党政官员18人 企事业单位33人 基层人员3人 各类人员遭恶报的刑事 大致分为7类 伤残 死亡 重病 癌症 被查处 自杀 精神煎熬 经济损失 其中死亡65人 重病癌症20人 伤残18人 被查处48人 自杀3人 精神煎熬16人 经济损失3人 其中死亡人数最多达65人 以下是遭恶报部分实力 省检察长丁新发遭恶报 被判刑17年 南昌市京山派出所副所长 汤正雄葬身胡弟 瑞昌市码头镇文化站站长 沙船英死于脑溢血 德安县恶警带路 积极迫害遭电击死亡 从仁县防管局副局长 张献云车祸死亡 上饶市市委书记 市长余小平 上吊自杀身亡 在中共江泽民集团 发动的这场 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 那些曾经参与 和正在参与迫害的人 从省市到基层 明知法轮功学员 都是善良的好人 但为了职务 为了金钱 昧着良心犯罪 人间的报应 只是为了警醒世人 地狱的报应 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 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 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 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对放下生死 一点理解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1年5月31号 我于2006年得法 由于得法教腕 所以有些法理理解的教腕 比如在修炼过程中 有时会听同修说 某同修正在过生死观 某同修放下了生死 闯过了生死观 那么什么是放下生死呢 我不太明白 如何去想 如何去做 才算是放下了生死呢 为此我使用经文搜索 放下生死 学了师尊的相关讲法 师父在2004年 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 如果一个修炼的人 真能够放下生死 那生死就永远地远离了你 但是这不是能有意表现出来的 是你在法中修到了这一步 使你成为了这样的生命 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 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人和神的区别就差在这儿 放下生死 你就是神 放不下生死 你就是人 就是这个区别 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 师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 弟子 我父亲是个老学员 而且在国外 却不敢走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10 不争气呀 一个是他自己能够明白了最好 修炼嘛 一个是外因条件 起起作用 帮帮他 邪恶不会哪天告诉他 我不迫害你了 你愿修就修吧 其实就是怕心 放下生死都会说 只是压力大点儿就不行了 不要当下世闻道啊 那么具体怎样才算放下了生死 怎样去做呢 我还不明白 后来慈悲的师尊 通过几个同修的嘴 点化了我 我明白了一些放下生死的表现 现在加以总结 与同修共勉 以共同提高 达到师尊在经济药治三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政法的乱神中所要求的 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 第一个故事 以此一个同修 肖大叶被救世力迫害得很厉害 经不起孩子们的强劝 去了医院 医生说需要动两个手术 这可以说是过生死观 我和几个同修去和他一起学法 帮他发正念 有个同修就跟他切磋说 你不用怕 要放下生死就能闯过来 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 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 那生死就永远地远离了你 后来 此老同修心一横 把一千多元的药都扔了 说我就是死了也不去医院了 当时这就算是放下生死的一念吧 同修闯过来了 没有动手术 第二个故事 有一次我到同修家配合做新年台礼 有一老年女同修也在帮作 她跟我交流了大法在她身上展现的神奇 她是如何放下生死 闯过生死观的 她说 我的宵夜表现是常人中的脑瘤 医院要给我开炉动手术取留 我坚决不做 对儿子说 我是大法弟子 学大法就会好 不用动手术 我这是在闯关 如果我闯不过去 你把我往火花场送 也不要把我送医院 答应我 儿子答应了 结果 没几天 从我嘴里吐出来一颗大枣斑大的肉瘤 没动开炉的手术 脑瘤就好了 我这条命是师父给的 否则 早没了 这是多么坚如磐石的对师父 对大法的正信 童修没有说大法保险能让她好起来 而是横下心来 选择了即使死也不怕 就是放下了生死 死神 退去 第三个故事 一次 见到临线一个五十多岁的女童修 她为我们买菜做饭 腰板挺直 脸色红润 后来 她自己交流说 你们看到我现在这么健康 其实以前我身体消大业 呈现常人中的肺癌晚期假象 咳嗽得很厉害 喘气都很难 腰完成九十度了 是师父救了我 我才能活到现在 99年720 那时候我的儿子才六岁 我们一家三口 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 经过六天半 到了天安门广场 证实法 后来回来后 师父赐红福 我家的小生意做到了很大 资产上亿 在美国也有业务 但我不满足 搞起了传销 迷失了来时的方向 修炼懈怠了 我被救世里钻了空子 呈现肺癌晚期假象 肺只剩下一小块好的了 同修帮我发正念 也好像不管用 医生说 没有治了 吃点好的吧 我生命垂危 奄奄一息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还是记起 我是大法弟子 我坚信 只有师父能救我 不能死在医院里 影响众生得救 我毅然决定回家求师父 我挺着一口气 最后一点力气 跪着爬到师尊法向前 静相忏悔 说 师父 我错了 不该搞传销 才迷心窍 师父 我知道错了 但我不要救世里的安排 我不要死 不能给大法抹黑 不能影响众生得救 我要在法上归正 我不能死 还有那么多人等着我救呢 我这条命还得留着救人 求师父再给我个机会 如果师父再给我第二次生命 我就家里的生意 什么都不管了 我愿意把一部分钱拿出去救人 余下的钱我也不管了 我这条命就只属于修炼了 只用来做三件事 求师父救救我 再给我个改错的机会吧 这样忏悔许愿之后 我没有想结果 生死由师父定吧 结果两个星期 我就全好了 当医院一检查 双肺好好的 什么病也没有 师父给了我一对心肺 过几天 我就要出国去美国了 我家在美国有生意 但我不是为那个去的 是去证实法 儿子问我 妈 你真的家里公司生意 一点也不管不问了吗 公司的账 一点也不管理了吗 我说 是的 我一点都不管了 什么都不执着了 你们管理吧 说话算话 我在师父面前发了愿 必须兑现 我这条命 就只属于修炼了 同修眼里充满泪水 我看到 那不只是对师尊 无限的感恩 还有对明白了自己生命夙愿 和一修到底的感动 后来 此同修在美国 还亲眼见到了师父 他说 我心里有千言万语感激的话 到师父面前 我脑中一片空白 就说了一句 师父好 就哭了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 大家想一想 人要过不了生死这一关 他就圆满不了 但是 绝不会让你非得疼那一下 才算能放下生死 那只是一个形式 我不看重 我看你的心 真正能不能做到 大家想一想 人活在世上 无非就是为了名和利 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他可以将来 有一份好的工作和前程 他的工资也自然会多 那就不用说了 会高于常人 高于一般的人 人不就为这个活着吗 他连这个都不要了 大家想想 他连这个都敢放弃 作为一个年轻人 这些都可以不要了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放弃了 他不就等于敢放弃生死吗 从法中 我悟到 自同修是因为真正决定放弃了名利 斩断名利绳索 想一心一意 纯净修炼自己 就是放下了生死 他求师父救他 他不想死 但他没有执着结果 就静静地等着 都有师父决定了 不管生和死都接受 这不也是放下生死了吗 又因为他许愿留住生命 是为了修炼 救人 是无私的 是佛性出来了 师父就能帮他 给他做成了一对心肺换上 他也就重生了 真是佛法无边 佛恩浩荡啊 第四个故事 一次本地开了一次修炼交流会 一南童修说 我在男子监狱时 绝食反迫害 饿到大约第六天 我就坚持不住了 躺在床上 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时 童奸使 跟我要好的一个犯人 买了六盒红烧牛肉方便面 我最愿意吃的 他让我吃 我馋得真有点动心了 但我转念一想 不行 我得绝食反迫害 不承认这场迫害 这么好的大法 我得着了 死就死了吧 没有什么遗憾的 值得 想到这里 我心一横 就放弃了生的希望 把被子往头上一蒙 就决定睡死过去 但第二天 我发现自己不但没死 还有了精神和力气 能起来下地了 大约上午八点来钟 狱警喊我 某某 收拾行李 走吧 我说 你们要把我送哪里去 他说 送你回家 放下生死的一念 师尊就把他救出了魔窟 第五个故事 一位同修大姐说 我曾经被绑架迫害 邪恶把我反绑着 吊起来打我 我的胳膊疼得要命 我心里说 师父啊 我快要疼死了 求师父把我带走吧 我不想活了 生不如死啊 这样一想 我突然不痛了 还很舒服 我看到自己是一个小娃娃 在莲花上盘腿打着坐 跟师父漂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在一个瀑布前玩耍 好快乐啊 一段时间之后 师父让我回去 我说 我不想走了 师父 人间太苦了 师父说 你还有使命没完成 必须回去 转眼 我就回到了现实中 发现自己被放下来了 他们不打我了 我被以所谓 取保候审的形式 释放回家 第六个故事 一位技术同修 被警察追踪迫害 另一同修 把他接到家里 暂时闭一下 好好学学法 发正念 调整一下状态 就是流离失所了 一天 此技术同修 跪在师尊法相前说 师父 我得回家 我这条命 本来就是师父给的 师父要就拿去吧 但救世里 要夺我命 可不行 我不给 绝不答应 说完 他把信一放 正念回到家中 堂堂正正 住在自己家里 恶人再没来 找他麻烦 师尊在2003年 元宵节讲法中说 我是李洪志的弟子 其他的安排都不要 都不承认 他们就不敢干 就都能解决 以上两位同修 放下生死的方法 都是符合了这段法 不走救世里安排的路 灾难中 他们想到了 求大法师父 把自己的生死 全部交给了师父 去留有师父定 一切求师尊做主 闯过了生死观 第七个故事 几年前 我和一同修 一起配合 面对面讲真相 被跟踪绑架 被非法拘留15天 回家那天 狱警让我们签名 沉着脸大声威胁说 不签就怎样 同修说 上面有某叫两个字 我一听 横下心来 对同修说 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做对不起 师尊和大法的事 我们的一切 都交给师尊了 豁出去了 等狱警忙完了别的事 我平和慈悲地说 大哥 我们签字对你不好 那一刻 我体会到了 什么是放下生死 我放弃了 怕被继续迫害的怕心 什么结果 我都不去管了 有师尊做主吧 就这放下生死的一颗心 这充满善意的 无私为他的一句话 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 玉警说 回去吧 我立即夸他 你真善良 会有福报的 我俩就平安回家了 第八个故事 一个开天幕的同修说 一天 我要出去讲真相 但头脑中 却有了坏思想 我就静香 跪下求师父 师父 弟子这么肮脏的思想 怎么去救人 求求师父帮帮弟子 把这坏思想清理了吧 我得去救人啊 众生等着得救呢 接着我就发正念 一会儿 忽然我看到 哗一下 天幕拉开了 我就睁开眼看 金碧辉煌的天国世界 展现在眼前 跟神韵第一个节目 一样的场景 众多的佛道神 每个头上都照着光环 师尊头上有巨大的美丽彩色的光环 站在大莲花台上 出现在苍鱼之顶 声音如雷贯耳 谁远随我下世 助师正发 这时候 有些神立即 毅然抛下头上的光环 跟师父吓走 而有的左顾右盼 我看到了我们四个 你 我 神儿 和L姐 是一块儿下来的 真的是抛下神的光环 冒着天胆 下来的 这时候 我头脑中 没有了坏思想 很纯净 师父一直给我展现了半个小时 我就一直哭了半个小时 太感谢师父的慈悲了 我感谢同修 把自己放下生死的故事 讲给我听 师尊在经济药指三 至欧洲法会中说 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 无论怎样 都得完成你来世的誓愿 这是你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保证 才成为今天这宇宙最伟大的生命 大法弟子的 师父在经济药指三 学好法 去人心并不难中 又说 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 无论是这样的借口 还是那样的借口 都是在掩盖怕心 可是 有没有怕心 却是修炼者 人神之分的见证 是修炼者 与常人的区别 是修炼者 一定要面对的 也是修炼者 要去掉的 最大的人心 从法中 我们还悟到 越到最后 越要稳住自己 直到抓紧时间 把修炼 放在第一位 以法为大 排除干扰 多学法 尽心学法 遇到问题 先找自己 做到真修 实修自己 就时刻都有师父 有大法保护 就很安全 不用怕 法正念 冲破自身束缚 走出去 救人 我们大法弟子 就应该听师尊的话 正念正行 精进修持 放下生死 心系众生 走出去 讲真相救人 堂堂正正 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 不辜负师尊 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不辜负 众生的期盼 也不要辜负 自己为法而来的 神的生命 由于层次水平有限 门中如有 不符合法的地方 请同修 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看不起别人的心 阻挡的是自己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1年5月27日 最近悟到 看不起别人的心 其实阻挡的是自己 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 如果我们看不起别人 当别人把自己修炼所得 无私地分享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潜意识中 会认为对方悟的那些东西 没啥了不起的 不当回事 就无法吸取别人好的方面 第二 如果我们看不起别人 当别人指出我们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不屑一顾 就不会认真听别人的意见 不能及时找到自己的不足 从而提高上来 看不起别人的心 可能来自于自大 可能来自于妒忌 也可能来自于党文化等等 顺着找下去 可以找到不少执着 看不起别人 会造成自我膨胀 最终自心生魔 也会让我们无法形成整体 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 所以 看不起别人这颗心很坏 一定要去掉 个人的一点体悟 有不足之处 请同修 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为什么顽固的执着心难去 作者 日本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 5月28号 每个人在修炼的过程中 都有难去的执着心 感觉去了一层又一层 有的执着心 因为多年没有意识到 并有意去除它 使它不断增大 甚至形成了一层身体 阻挡着我们在修炼的路上 勇猛前行 我们只有不断地分清它 清除它 才会摆脱它的智库 最终去掉所有的执着 才能真正地跳出人来 因为人有七情六欲 在常人社会中生活 为免使自己受到伤害 就会逐渐地形成各种执着心 和观念来保护自己 或者是在成长经历中的好恶 使自己形成了一套 自己衡量事物的标准 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观念 有的甚至很强 一旦有人触碰到这个观念或执着时 就会立即反弹 或感到痛苦 无法忍受 其实就是那个观念或执着在反抗 因为它是真实的生命 是它不想死 在拼命挣扎 而作用于人体给你带来的感受而已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在另外空间这个体是可以放大缩小的 上到这个体上 这个佛像就有了一个大脑 就有了思想 但是却没有身体 别人也去拜 拜来拜去的就会给他一定的能量 特别是练功的人就更危险 一拜就逐渐地给他能量 他就形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 可是这个有形的身体 是在另外空间形成的 当我们走入修炼 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产生了执着心 刚刚产生的时候可能比较弱 如果我们没有用法理来衡量 并不断地修取它的话 每出现一次 我们跟着这种想法去想了 就是在加强它 逐渐给它增加能量的过程 最终在另外空间 就形成了一层有形的身体 其实任何执着心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执着的程度和执着的对象 不同而已 这里仅具两个病业观的例子来剖析 比如有同修一旦有了病业假象的出现 如果是普通的感冒症状 一般不会害怕 也就不会产生怕心 可是一旦表现出关系到生命安危的症状 或身体剧烈疼痛等难受的表现时 就会起了怕心 因为那个病业表现出来就是那么的真真切切 和常人的症状 就连难受的感受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时在人中形成的经验和观念就起了作用 就在思想中告诉他 这样会出现危险等等 或对号入座 自己可能是什么病的症状 其实是观念往他的大脑上反映的 可是作为修炼人 如果不能站在法上认识 而是和人同样的认识的话 就随着这些想法想下去 就会让怕心逐渐增大 从而形成了一层身体 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清除怕心》 一文作者看到的 怕心是一层透明玻璃般的身体 它每产生一次怕心 就会在心脏的位置喷出一层灰色雾气 包裹住身体 我很受震动 也更加形象和真实地让我明白了 这些顽固的执着心和观念 就是一层身体 形成的这层观念 执着心也是一种业力的体现 就会像师父讲的那样让你难受 它因为是活的生命 你不断给它补充能量 造成它的强大 反过来它就可以控制你了 就会让你心里难受 脑心 也会让你身体表现出难受的症状 其实都是这层身体干的 因为它是不想死的 想要活命 就要让你难受 让你怕 让你屈服于它 从而来给它延续生命 从而达到控制你的目的 既然明确了顽固的执着心和观念 已经形成了一层身体 那么当它再反映出来的时候 也就是作用到你身体上的时候 如何来看待 就直观重要 有的同修一难受了 就被带动了 就觉得使自己难受了 这样一想 就是用人的理在衡量了 因为人从来都不会把心理或身体上的难受 认为不是自己在难受 那么作为修炼人 不就是应该用超出常人的认识 也就是法理来衡量吗 执着心出来 让你难受的时候 不就说明正好是它反应出来 它在拼命挣扎想要活下来的表现吗 我们对于打坐中腿疼宵夜都能理解和接受 那么这个执着心反映出来让你难受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和打坐中的宵夜一样来对待呢 因为师傅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 其实我告诉大家 精神和物质它是一性的 因此 在心理的执着反映出的怕心 害怕 烦躁等等 即使是心理的难受反应 我们都应该像对待打坐中 宵夜一样 清晰地知道 就是要消掉它的过程 是另一种形式的宵夜啊 师傅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在你身体底 时间长了 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 一模一样的你 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 控制了你 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 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 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 我悟到作为人是很难不被控制的 而作为修炼人就得用超长的理来要求自己 就不能再被其控制 每次当执着心出来的时候 都要不厌其烦地排斥它 解体它 明确地知道 正是因为它怕死掉 才反应出来的 不反应出来 我们还发现不了呢 这是好事 是消掉它的时机 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 你说 我不要你 它就死了 那来得太痛快了 你在能分清它的同时 你自己就在强壮起来 你自己就在醒悟 你自己就在冲出它的包围 越来越强大 它就越来越弱 越来越消失 最后消灭掉了 要有过程的 我悟到 顽固的执着和观念 因为没有意识到 已经被养大了 想要消掉这层身体 也需要时间和过程 所以就要拿出 愚公移山的决心跟恒心 就相信 只要我们不断地清除这层身体 它只会越来越小 不会越来越大 直到我们完全不被它控制 和带动的时候 就是它被灭掉的时候 三 学法和发正念 可以清除顽固的执着和观念 我认识一位同修 当年他的腿突然出现剧痛 他只能坐在床上 一动也不敢动 同修都告诉他是假象 可是 这种剧痛 是那么实实在在地 表现在他的身上 让他无法真正 从心底认识到 这就是假象 他也知道 当时自己没有达到标准 怎么办 这么强烈的扑心 该如何去 他横下心来 每天就是学法 他告诉我 当时扑心一上来 各种负面情绪都控制不住 觉得自己要瘫痪了 望着年幼的几个孩子 因为丈夫也不在身边 他孤立无助 非常痛哭 他只有学法 可是一放下法 马上就开始害怕 他就不停地学 一天可以坐在床上 学六个小时的法 终于三个月过去了 他突然有一天觉得不怕了 觉得可以走了 就下地走了 而在此之前 他也强迫自己下地走 可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每次都让他站立不已 退缩回来 而通过大量的学法 是伟大的师父 帮他把那层怕的身体 消掉了 他又恢复了 往日的健康快乐 由此可见 学法的重要 证实了师父在 《经济药制二》 排除干扰中说的 加强发正念 也是主动清除顽固 执着的具体方法 明慧网的交流文章 《清除怕心》一文的作者 就是在帮同修 发正念的过程中 看到了那层怕心 形成的玻璃样的身体 在发正念的过程中 碎掉了 就证实了发正念的威力强大 顽固的执着心和观念 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有恒心 想要去除它 我们就会通过 不断地分清和清除它 最终摆脱它 解体它 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 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 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